大家好,我是Lichynix 为大家带来星期二Cope模式的游戏视频 我们上一期也是给大家试了一下Zagara 可能是由于游戏难度比较 我们这个等级应该是打boot 但是我们现在打的应该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可能是没有体现出来Zagara的一个特色吧 总之呢,它的总人口上线比较少 但是造兵的速度比较快 也算是稍微便宜一点吧 总之是我觉得是玩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 可能是上一期尤其是比较我们等级的是满级的 可能是打Hard的可能算是相当来说比较容易 没有体现出它一个特点来 不过这个我希望在之后等我们打boot的时候吧 应该是能体现出来 这期呢,我准备是给大家试一下Versu 是整个我觉得这六个人中最变态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就还是直接是在战役中 还不是战役啊 总之是在任务中再说了 这样还是打Hard的 因为是这六个人中我最先升满的是Swom 然后第二个升满的是Versu 总之是Swom文印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 Versu呢,我第二个升它的原因是因为 Swom升满后我发现有些情况下真的是 本身我跟网上一些人本是帮着他们打 在打Botor 发现有时候用Swom打不过 因为总之是Swom它就是一旦冰武成型很强 但是成型不起来的话 几个坦克真的是非常脆啊 所以说后来我发现最厉害的是谁 所以我直接是感觉上完全不需要成型啊 只需要造出几个兵来就可以把敌人直接是扫平了 这样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说 这样这回毒盘有点慢啊 可能是队友是要等队友是完成毒盘吧 这个任务是火车 火车呢还是看一下敌人的种族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重租的话应该是可以在起始的位置 是可以直接看到就是重租的地上一些creep 是可以看到的 要是其他种的话呢 我们需要再去麻烦上面麻烦娘去谈一下路 这样我们先到时候再说吧 那现在我想想发现由于Werthoom是升满以后 是比较就是比较它的第二个升满吧 再加上由于是太变态了 我用的 我现在想想用的不是特别多啊 因为是感觉上太变态了 用的不是特别多 希望不要一会儿他的一些剑道顺利什么时候 不要搞混 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是很变态 但是万一要是说出错的话 还是比较有问题的 因为他是需要 他也是比较需要消耗科技的一个 不是消耗科技 是比较依赖科技的一个人 有点像 可能是有点像Swang 这样 我个人觉得 Werthoom可能有两种打法吧 他的 打法 主要是他的 他的能量 也是神毒神毒神钓师 耳太子跟耳太子有能量 能量他的用法吧 所以有人是直接是斩舞者 直接用这边这个Shadowgut的这种技能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是喜欢您这边那个大股拍了 具体的原因呢 待会儿 也是随便的看一下 另外 我也是完全忘记了 不是 直接第二个 主要脖 我大股拍了 我直接造一个 好像是需要造两个计划 应该是 应该也需要造 主要原因是 它可以使周围的隐身 另外 你可以省一个关键 我们就不需要铺拍了 我觉得 由于这个原因 还是比较 比较不错的 像 应该是 另外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边做的企划 也是不需要 我们自己去踩 可以使 冰冰盘劲来 也是比较不错 像这边呢 一会儿 我们直接 老农很快就满了 之后呢 应该是 補 補四个冰冰吧 5 3 像 我的老农的码 稍微是给队友 加一下做 但是等我这边 Cyber Nike Core 起来之后 我应该是会直接再去 再拿回来 应该是需要升级 升级我们的 我觉得应该是四个冰 现在我钱太多了 但我感觉钱太多的时候 应该一定是我做错什么 所以平常我觉得 正常情况下 我的钱应该没有这么多才对 这个好了吧 这个好了 然后直接升级我的workday 然后这边呢 我直接是在补第二个 这边要拿排了 Foreach一下 然后是开了console 在那边我是 这边只是扔了一个情况 主要是想把这边摆一个排冷 因为需要我的能量是够了 要是不摆的话 它也是cd 所以应该存在 等我这边的升好升好之后 所有的gateway 改成workgate 改好了 然后现在我的 我好像做错了非常重要一个事 完全不知道敌人是什么 现在 现在 现在贪路有来得及吗 应该是完全来不及吧 应该是完全来不及吧 研究我们的blink 然后这边的地面部队的移工 我们部队呢 好吧我们的盟友啊 我感觉有点 手有点空 好像好像还好啊 不是特别的伤 另外呢 这边 这边 大开了 忘了是你的技能 他有一个 拿回靠 回靠之后是可以直接把 召唤进去 然后我们的 其他个帅 然后这边我再补一个拍了 好 总之这是相当是我的一个打法吧 当然blink 研究完之后 这边有一个新技能是blink后 等于是我们神路战役中的这么一个 一个技能 哎我的 我这边的压缩啊 压缩很高 要研究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vink 你的glad 稍微超弱 不要死 这么烦啊 大概算好了 直接研究这边的这个 shadowfurry 然后直接这边的大招开了 拿水靠回来 一看还是 我觉得 Valzu 现在是已经是 完全是体现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机动性 然后攻击力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 然后攻击力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 我是没有 也没有我们的这个DT啊 DT是还没有 还没有造好 等DT造好之后 应该是可以点出来 这个老弄我直接存 就直接搁了就行了 然后接着升 空军呢 目前我还是先 我会不会造啊 不会造啊 不会造的这么造 这边的glad 怎么现在 直接这么对着轰啊 真的是很伤啊 稍微操队一下 应该是这三个 应该是都死不了的 那另外 有一个好处 当我们忘记 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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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水晶卡 人头的时候 还是可以直接 上一个静怀 这样就可以受到一个 缓解一下 像这边的Shutern Furry好了 Fury好之后研究这边的Word Steps 都是战役中的一些技能 只不过是组合起来了 真正而且是非常的变大 而且我们Rzoo的DT是飞看只要七十五 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小的更改 像这边应该是 老龙是稍微的 不认识 那基本上我们直接A过去 应该是我们的DT DT的Shutern Furry好像 好像CB啊 这回应该是没有拍到 这个时间是沿途中百歇改息水晶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科技是 一个升级啊 是可能被加了2.75 跟3.75的伤害 这几身估计是可以增加伤害的 所以说满图百歇这边的大开朗 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最后呢 这边是DT也是可以闪现 目前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还是把我们的科技改到 我们是改到我们的这边的 我们的硕质上面啊 然后现在呢 准备卧服机场了 直接是造两个 这边是三宫应该是要200的 这边的跨 稍微等一等 另外我们的队友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的他老农造好了 为什么他不是没有部队啊 他有这么多的部队 能不能不去 为什么不去把这个石头打掉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有钱 全部补DT 呃 兵营呢 我个人习惯补6个 不想补8个 可能一个基地 补8个兵营也太多了吧 这边呢 这边的机场也是别人的队 另外刚才我的科技也是没有生甲 生石盾啊 因为这边 尔柱跟尔特斯不是一样 他的我觉得主力作战兵 我是DT 他可以看是160 160分盾 我觉得升攻升盾 应该是比 升那个甲要好多 一张DT呢 直接看看 基本上DT 只要是 沙多菲尔出来 随便 随便转一转 敌人就全部清空了 真的是很变态 然后这边Mass Recall 而且就算敌人有反饮的话 这些剑弱的地点 战友们的技能 直接把他营销掉 今天是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 有平衡啊 像基地内的升级 这边的5000线钱多少 直接是可以把DT的闪现研究一下 这两个 呃 不在这啊 我们的 没关系 看见老农这边是在需要补两个 呃 这可能不太需要啊 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这样这个好了 直接升这边的功 我直接我往队友这边 给他的把他这个变钻 现在敌人还是没有 敌人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敌人有还滩了吗 好像还没有出啊 这边一直有 打我的拍了 好烦人 我天哪 这辆车 这是多少的 4300的血啊 可以看刚才我们DT 这边的shadowfury 是一个35的伤害 然后打5下 基本随便打一打 敌人就全部被消光了 真的是还是很天派的 像这边好像我的钱也是比较多 我付4个机场吧 好烦人 好烦人 这边的工房 那工房接着生长 然后我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买 这地方毕竟是上下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是战略的一个要地 上面这边有可能来进攻啊 好烦人 好像听科技生法吧 好像升三级的盾 这样我这回用纸张DT上 好的好像随便打了一下 敌人已经死了一大半了 这应该不是打了5下 可能刚才停的原因是我们的 好像是把敌人视野丢掉了吧 还是有什么原因 感觉平常应该是能打更多的 像现在呢 有我觉得是可以去 我们队友现在这边集结啊 我现在想法是 现在这个地图上 多去码一些我们大牌老子 去打我们的 紧急冲一下就可以去 玩这两个马的可能有点近啊 这两个马的可能有点近啊 再看一下攻防应该是 没有关系 现在是矿表度啊 矿表度啊 矿表度的话这边 我可能有些水晶 然后 DT是可以闪现了吧 可以直接闪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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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些技能 Black Hole 目前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右爪 然后这边的 Shadow Guard 直接召唤出一些 相当于我们 DT 这些技能是要升级 Shadow Guard 它的技能是要升级 直接召唤出来说 马上可以用的 而且它们是可以直接 就是比我们捕DT冰 稍微强一点 让温暖 稍微操作一下 Stałke 随便闪一下 应该是不会特別麻烦 然后这边的 DF派朗在Mass Red Colp 就很失去了 也应该再捕DT冰 然后弗里比克斯捕一个 这主要是温瑞瑞成型了,成型之后呢直接是温瑞瑞 呃这样这边我让温瑞瑞去打,然后地面部队呢就去打这边 好像这边只造了温瑞瑞,好像是没了,直接把我的加速加速到我们的这边这个上面 另外,怎么我的我的路上是又又坏掉了吗 哇,我们这个队友的伤害好低啊 这样没有关系,弗里比克斯捕直接把,这应该是这个吧,温瑞瑞 也是战役中的一个升级,可以是他攻击的话,射程可以加3吧 就是可以加到过,过温瑞瑞瑞 kilo 考失算啊,如果想疫苗 其实盾,盾受伤的话是没有关系啊,只好人家说000 是比较通通用 用1RF又卡了!应该是。。。 我队友直接断馅了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我现在稍微切出去一下 好像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我的副屏幕直接黑屏了 好奇怪是我 我显示器出问题了 还是说我的显卡出问题了 或者说是我的连线出问题了 放心吧 不过这边队友掉线了 应该是没有太大关键 直接把他的部队编进来 这样直接补一些 这些部队呢 我们直接攻过来吧 像冰冰冰看这个技能 是稍微的去 这样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直接利用我们的摊错 录了一个大招 好像好像对这个火车没有用啊 下张盖也拿不来吧 然后不来扣 不过刚才呢 对我掉线 我猜是不是 我 Mustry Call 直接把他给卡掉线了 不再清楚啊 刚才是对着他 不再使一个Mustry Call 可能是卡掉线了吧 不过这就是这样子吧 Rzu可以说 他的几个技能都是 非常的实用 而且是 耗魔都比较少 不像我们的Altinus 感觉上他这些技能 这场都是大招式的 有点 有时候感觉上 我感觉上实用性比较低 一部分做的技能 可以说就是 当你用的时候 只要是用了 真的是效果拔群 而Tinus有时候就是 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不得不用这技能 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用完以后 大部分情况 我感觉上都是有点浪费 是吧 总之是很奇怪 可能是我用的 也是不是很好吧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回我的 我DT造不是很多啊 是 这边也是有一个数据统计 是 所有用我们隐身单位遭上伤害 有些 有时候我在 我们是跟别人打的话 发现别人右边的Zu 它是 就是什么都不造 就直接是去 去Rush DT 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危险 假如说两个人都去Rush 什么 什么病人都不造啊 很有可能初期 敌人一波 在BOOT下就直接把你给带走了 当然 你要是造出来的话 会 这边的伤害会非常非常高啊 不过 总之这也是 我们的Runzo 也是 我觉得是所有人中 真的是很变态的一个人 我估计我们这期完了之后 下一期呢 我可能会 等于是打BOOT吧 我估计就直接是 从我们这边的机面 毕竟这三个人是刚用过 等于是按照这个顺序 再重新打一点的 在BOOT下稍微再去看看 BOOT还是根据情况吧 根据我们队友的配合 然后根据敌人种族 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像SWAMP 感觉上就是打 打虫竹非常好使 然后 然后我们这边的Runzo 就是打一些 打一些就是敌人需要输出一些情况 非常好使 但是需要防守的话 可能他打起来也算是一般吧 那不过具体情况 我们到时候再说了 这就先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这日后见